好,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要讲的是更好的约 希伯来书十章一到十八节 好,我们一起来念 希伯来书十章一到十八节 律法既是将来美式的影儿 不是本物的真相 总不能借着每年尝现一样的祭物 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若不然,献祭的事 岂不早已止住了吗? 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 就不再觉得有罪了 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 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凡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 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以上说,祭物和礼物 凡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 也是你不喜欢的 这都是按着律法线的 后又说,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可见祂是除去再先的 为要立定再后的 我们凭这旨意 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祂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十一节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上帝 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 这祭物永不能除罪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从此等候他仇敌 成了他的脚凳 因为他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 因为他既已说过 主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 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 以后就说 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迁和他们的过犯 这些罪过既已赦免 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好,那我把这一段经文分三个大纲 第一个是预备基督一到八节 第二个是献上基督九到十节 第三个基督完成十一到十八节 好,我们看一下预备基督 那我们知道摩西律法 摩西在初埃及记跟立位记 在西乃山对象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他首度的颁发摩西律法 那他的特点就是客观的陈述的律法 那到了生命纪呢 就是过了约旦河之后呢 在摩亚平原 那是为第二代的这个以色列人 再度的重生 那重点呢 这个特点就是观西祸福的律法 但是呢 到了新约的时候呢 圣经上西伯来书十章第一节 是怎么说的呢 律法既是将来美世的影儿 那不是本物的真相 所以呢 从旧约的律法会反映到新约 律法的完成 那第二个献上基督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希伯来书十章第十节就讲到 我们凭着旨意 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到了新约呢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世人的罪呢 钉上十字架 是为了要平息神的愤怒 是为了为世人的献上赎罪祭 所以这个目的呢 就是与神和好 在这个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 就是耶稣做了挽回祭 使我们与父神能够和好 那第三个呢 基督完成了 所以呢 我们看左边的图呢 就是每一年大祭司呢 都要替百姓献祭 在立位祭祭司献祭的条例 那希伯来书第十章呢 第九节 有特别的讲到 后又说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可见呢 他是除去再先的 就要除去呢 旧约立位祭献祭这些条例 为的要立定在后的 就是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希伯来书第十章 这个就是十章的十二到十八节 圣灵要帮助我们来遵守律法 那耶稣呢 定时在十字架上 是要成全旧约的律法 耶稣一致献上完成的救赎 就是挽回祭 那我们从十一节到十八节呢 我们可以来做个比较 就是比较祭司与基督 那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祭司是怎么样 是天天站着要侍奉神 那基督呢 是完成献祭后 就坐在神的右边 那在旧约的祭司 是每年都要献祭 那基督呢 就是一次献上自己 那在旧约祭司呢 就是说每年献祭 还是不能够除罪 但是基督呢 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 罪就得到赦免 那旧约的祭司呢 除了每年献祭呢 不能够除罪 也不能够让神的子民 得以完全 但是基督呢 他一次献上作为挽回祭 罪得到赦免的 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 得以完全 所以呢 神的救恩是什么呢 所以在旧约里面呢 旧约献祭是 叫纳进前来的人 无法得以完全 但是到了新约呢 基督一次献祭呢 叫纳得以成圣的人呢 永远完全 所以呢 神与我们立更美的约 这个更美的约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将我的律法 写在他们的心上 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 好 总结呢 西伯来书十章一到十八节 我们就可以看到 预备基督呢 就是在旧约的律法 摩西五经呢 在立位纪献祭的这些条例当中呢 都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将来的美事 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呢 耶稣基督做了挽回祭 献上基督 然后一直到呢 他献完祭后呢 就完全了 这个神的旨意 更美之约 其实在 这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三十三节也有提到 耶和华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上帝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那在谢不来书十章十六节 也有提到 主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写在他们心上 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 所以呢 典章与律律呢 其实是神 神的话语 是生命的话语 那典章与律律呢 也是启示出神的旨意来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弟兄姐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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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